我知道走在不远处 曾经在后会介绍着哭 只是我的美梦 没有回头梦 走在不远处 从马泽尔森开始跟大家聊起 因为这张专辑不远处 听说从2021年就开始铺陈了 这张专辑叫做 Not so far away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 是从不远处这首歌开始 去想的 那这首歌其实是在疫情的期间 那时候不管是自己还是整个世界 都是弥漫着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风气 或是状态情绪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需要早点出口 所以我就在试着在创作这样 那就有一天就突然有个灵感 就是觉得就是突然有个声音就是 最美的风景就在不远处 一个这样子的一句话 对 然后就突然感感受到满满的能量 然后就觉得对生活 对整个生命充满的重新充满的热忱 然后开始写 开始用我觉得比较像是告诫的方式 就是去陈述自己的心态从崩坏到重建 最后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 然后记录 对那也是想要透过这张专辑 带给我听众的一个讯息就是说 即便你现在身处在一个困境之中 但只要你知道这一切的过程都是让 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 那我相信最美的风景就会在不远处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现在下一张专辑需要跨世代合作的话 你自己想跟谁合作 我没有特定的答案 但是我自己希望是跟就是新生代的音乐人合作 好比像是周旭这样子 年轻时代的原因是因为 你很年轻你还记得吗 我是说可能小 不要再讲 小几岁以上 接近两千年的那种 对 因为我想要去学习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重点 就是我想要去有一些 跟新的想法有一些切除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 对话 跟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火花的那种状态 而且是完全不一样 可能这首歌我会做Folk 然后这首歌我可能会做Sins Wave 就是都很难说 但是我就是很期待就是 可以有什么东西 对 所以就是如果任何年轻的音乐人想要合作的 老的可以吗 非常非常非常可以 他旁边心碎了 对 因为我怕说想就是前辈级的 大家都太厉害了 所以选择障碍 所以我就找年轻的这样 刚才一开始Mars 23有提到 因为这样专辑不远处呢 其实就是同名歌曲 这样专辑同名歌曲 从这里开始出发做延伸整张专辑 不如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听听Mars 23 为我们带来这首不远处 Mars 23 你师父跟我一样 我几个孩子吗 发自内心的笑 你师父爱在装美时 却拼命是早能振作的药 每一步你拿着 每一步你拿着 只是在你的手里 所以 思不清的是我 才会与你沉沦不是错 所以 Every day 是谁在外面 因为我都跌倒 走远远都觉得讨厌 每年在翻桌几次 已经不再是少年 I lost my soul again 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想象的现场 I saw my soul to the deep man 要怎么奢望去天堂 等待下一阵风吹起 我全都给命运打马可飞击 Cause I was born to fly And through the darkest night I won't keep this flame alive 我知道就在远处 什么风雨把死心扎住 如果还有梦 要怎么能忍受 我知道就在不远处 曾经最后会几少着哭 只是我的迷我没有回头路 就在不远处 就在不远处 你真的不远处 就在不远处 我没看到你 就在不远处 就在不远处 我没有回头 我没有回头 你真的不远处 我没有回头 就在不远处 你真的不远处